气象局表示封面北宜今天各地 首要注意的是高温部分 西半部及东半部高温约摄氏33到34度 而南部地区需留意35度以上的高温 而气象局也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 多多补充水分 预防中暑情况的发生 那今天所要注意的是高温的部分 在整个西半部跟东半部地区的高温 大概会介于33到34度左右 而在南部的近山区离合股地区 高温甚至更高有机会到达35 甚至是36度左右的高温 气象局表示今天还是以午后降雨为主 北台湾山区部分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及局部较大雨势 那今天来讲午后的降雨是以北部 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 有些局部雷震雨的状况 那当然不排除在山区 有些局部较大雨势出现 而第三号台风踩云 今天凌晨逐渐往西北方向 朝菲律宾旅宋岛前进 由于北上过程中大气环境条件 不利于此系统发展 到四号时踩云强度将逐渐减弱 为一般性低气压 而民众关心台风踩云逐渐北上 接近台湾南部地区 是否有机会为南部地区带来水气 捷克 气象局表示 不过因为台风强度逐渐减弱 所以带来水量不是太大 为南部水情挹注不大 原是新闻一站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导